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美洲360 我是Elene,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德套小型车开发工作不再交由达赫苏进行 下一代Vios和Yaris会是丰田自行开发 在去年达赫苏就爆发了大面积的造假丑闻 这不仅导致他们自己在日本的工厂面临大面积停产 同时也牵连到德套旗下的部分车款 这是因为他们一直有长期的合作 并且在2016年德套全资收购达赫苏之后 他们将东南亚、南美、中东 以及非洲等地的小型车开发工作交给了达赫苏进行 那由于这一次达赫苏的安全测试造假事件 也影响了德套对其的信心 德套除了直接撤换了一批达赫苏的高层之外 他们也决定收回交由达赫苏负责小型车开发工作 而未来德套团队将会重新接受这些车型的改进工作 毕竟因为停产的关系 德套就导致作为母公司必须支付供应商的赔偿金 加上虽然旗下车款在东南亚市场获得各国政府的放行 得以继续销售 但是这一次的风波还是让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市场的德套新车销量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原厂才会重新接手这些地区的小型车开发及认证工作 同时达赫苏在新兴市场的业务也会并入德套的相关部门 为了就是在未来的新车开发以及检测中不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且维持产品开发的高效率 在事件爆发后 日本政府以及德套的第三方机构也重新针对这些车款进行安全测试 由于依旧符合安全法规和标准 因此日本政府三月份开始 已经逐步允许打核素的工厂开始继续出货和生产 但是预计这一起事件对德套集团在2024年的全球销量还是会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原厂的这项宣布 意味着未来德套新车都会拥有纯正的德套血统 第二则新闻 新一代Mazda 6终于要来了 预计基于后轮驱动平台打造 提供纯电级REEV增程式两种选项 随着早前Mazda EZ6的新商标在中国注册 今日中国的长安马自达就发布了预告图 宣告有新车即将发布 虽然预告图看到太多细节 但是可以看得出它是一辆Sedan车 而这应该就是长门代号为J90A 或者是J90A R11V的两款新车 据悉新车将是原厂和长安汽车合作的产物 这两款车有望基于长安汽车旗下的深蓝SL03打造 而它是一款基于后轮驱动平台打造的后驱轿跑 因此也就是说新一代的Mazda 6 如果基于它打造的话 也会是一款后轮驱动车型 如果参考深蓝SL03的话 它的纯电板最大马力表现为254hp 峰值扭力320Nm 0-100加速只需要6.9秒即可完成 而它搭载最大68.8kW per hour的电池组 在CLTC测试标准下的续航可以达到610km 至于在正程版本部分最大马力为215hp 峰值扭力320Nm 但是因为有一具1.5升内燃机的存在 因此没有续航焦虑 其在CLTC测试值下 存电续航可以达到200km 官方数据满油满电可持续行驶1200km 最后据悉这款车将在今年4月份举办的北京车展上全球首发 相信即使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关于这款车的详情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设计好看吗 如果真的像这个渲染图一样的话 各位会买单吗 第三则新闻 Continental MC7轮胎正式发布 对标米其林PS5 整体性能对比上一代更出色 最近Continental DIA正式在澳洲悉尼 发布了全新的Continental MC7 这一次的新轮胎整体表现会比起上一代的MC6更好 除此之外呢 原厂也表示这款轮胎的主要竞争对手为米其林PS5 对不起MC6 MC7最大的进步就是在它的操控性上 为了提升操控性 原厂为其设计了名为Cornering Macro Blocks的结构 这个主要是提高轮胎的触地面积 借此提高车辆该有的循迹表现 同时加入了性能导向的Sport Plus技术 将最大程度的控制与动态转向精度融为一体 让车辆的操控表现大幅度进化 另外因为材质的改进和优化 MC7轮胎可以在更快的时间内进行热胎的动作 让车辆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刹车的动作 除此之外即便是经过激烈的驾驶 轮胎态化的寿命也会更长 根据消息指出目前特定尺寸的MC7 已经可以在马来西亚买得到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各大经销商询问详情 至于实际表现怎么样 我们在澳洲当地进行测试之后 也会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分享我们的感受 所以你们敬请期待一下吧 第四则新闻 Teyota Corolla Altis G-R Sport 台湾传升级二升Dynamic Fox引擎 近日台湾媒体引述经销商消息指 丰田将在当地贩售的Teyota Corolla Altis G-R Sport 从现有的1.8升自新引擎升级至全新的二升Dynamic Fox引擎 有鉴于台湾市场和东南亚接近的市场策略 是不是也就代表着大马版也将推出新引擎呢 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获得的消息 原厂有可能为当地更运动化的G-R Sport 车型升级动力更强的二升Dynamic Fox引擎 这具引擎拥有最大马力169hp 峰值扭力203Nm 匹配Direct Shift CVT变速箱 对比目前1.8升自新引擎的138hp 171Nm及1.8升混动引擎的综合输出120hp 更强不少 而有鉴于一般上Teyota在台湾市场的市场策略 其实和东南亚市场比较 因此可以预计如果这次台湾市场 真的确认导入新引擎的话 可以预见未来东南亚版本也有可能会跟进及升级 不过目前在大马贩售的Corolla Sedan 是从泰国CPU整装进口到我国的 而目前泰国当地并没有任何升级款的出现 因此实际上会不会来到我国 就看一下原厂未来在泰国市场 有没有任何新的规划和部署了 第五则新闻 2024JECO J7大马开放预定 搭载1.6升TGDI引擎 拥有Aras 2.5先进安全配备 预计售价低于马币20万 在上个星期JECO Malaysia 就正式在本地开放预定品牌的 首款车型JECO J7 这款车的定位是C-Segment越野豪华 它主打的除了是时尚阳刚的外观之外 还拥有最大600mm的涉水深度 因此要满足一般的户外活动需求 都不是问题 除了外表看起来足够阳刚外 这款车的内装设计主轴 同样采用越野有关的设计元素 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中控台 以及门板的设计等等 都具备了防刮材质以及柳丁元素 但是在中控台部分 采用了一个直立式的14寸触屏主机 另外车辆也支援多达21种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原厂将其称为Adas 2.5 加上540度环境镜头等等功能 提供更为全面的安全保护 在引擎配置的部分 新车采用了1.6升4缸TGDI引擎 其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194hp 峰值扭力290Nm 匹配的是7速4式双离合变速箱 0百加速只需要8秒 实际表现经过测试后可谓是可圈可点 而且它在本地拥有 Farmu Drive前轮驱动及 All-View Drive前轮驱动系统可选 并且车辆还提供了7种驾驶模式 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路况 那新车目前已经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咯 它在本地的预计价格将会低于马币20万令吉 不知道这样子的性能和配备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呢 如果想看关于这两车的介绍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看回 早前我们也用了JECO J7做了一期特别的影片 不过目前影片还在保密期内 等到保密协议结束之后 大家就能看到这个影片了 期待的话记得要留守我们的频道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360内容啦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Elaine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